針對中共在香港強推國安法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7月20日宣布 英國立刻無限期停止與香港的引渡條約 並將對中國大陸的武器禁運擴大到香港 週一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在下議院宣布 在對港版國安法進行仔細評估之後 政府決定採取與之相對應的 兩項必要且適當的措施 拉布表示 這項禁運意味著 英國公司不能出口可能致命的武器給香港 包括中共對港人進行內部鎮壓的武器 而此前可以向香港出口的鑰鎬、攔截設備、 槍支和煙霧彈等可能被用於內部鎮壓的設備 也都會被禁止出口 第二項目是關於這個新的國安保安法 已經很大改變了 最重要的想法 在香港的措施法案上的措施法案 我已經與家主席、法官主席、法官主席 政府決定立即措施法案上的措施法案上的措施 拉布強調 英國正在制定幫助香港人來應的政策 預計將在2021年準備就緒 本週將會確定更多細節 這個明顯是英國對中共要在香港實施國安法的一個回應 如果在香港已經完全喪失了司法獨立 完全被中共這樣的一個恐怖主義的政權所控制 那麼當然英國不可能跟香港保持引渡條約 英國反對黨工黨也支持約翰遜政府暫停與香港引渡條約的決定 認為這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 現在其實很多的民主國家西方國家都不能夠跟中共簽署引渡條約 因為你是一個完全不能夠保障人權的地方 你是一個直接迫害人權的地方 那麼這樣的一種引渡條約它會直接危及到很多很多人的安全 所以說英國的這個做法是非常正確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表示 從1997年開始 中共就在一步步的蠶食香港的司法獨立 在英國政府決定暫停與香港的引渡條約之前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週一在例行記者會上 對英國最近的涉港言論和舉措 表示強烈反對和所謂的警告 但拉伯當天表示 在中共實施了一系列損害到英國關鍵利益和價值的措施後 中英關係不可能再像以往一樣 粗暴地鎮壓香港的民眾 抓捕香港抗議學生和民主人士 特別是頒布對香港的國安法 這個該法案是非常的惡劣 這完全是用中國國內的法西斯的法律 然後來代替和取消香港的民主的法治 公開的挑戰1984年的主義聯合聲明 挑戰一國兩制 上週 英國首相約翰遜已經宣布 在2027年底之前 將清除英國5G網路中所有的華為設備 週二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到訪英國 並和英國首相約翰遜外交大臣拉伯會面 他讚揚英國對中共採取的強硬立場 並解釋了為何全球應該在各方面反擊中共 蓬佩奧表示 希望每個了解自由與民主的國家 都能認識到中共正在構成的威脅 他並希望全球能建立一個了解中共威脅的聯盟 共同努力從多方面反制中共 國務卿主義聯合聲明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